第四集 哈囉 我是薛玲六 老師沒教學第四集 很開心影片終於來到第四集了 前三集其實我收到蠻多回饋 很多同學們在影片下面都有留言給我 那從今天開始這支影片 有時候我會結合一些同學們的留言 一起放在裡面 那我都會特別把他們截圖在下面喔 那在講正式之前呢 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分享 跟之前前三集全黑的造型比較不太一樣 那其實我私底下在進行教學的時候 我比較習慣穿五彩色 就是比較簡單的感覺 然後甚至會戴紳士帽這樣子 不過前三隻剪完以後 我看影片 我覺得好像畫面看起來太黑了 所以呢我決定從第四集開始 就盡量穿比較有顏色的衣服 讓畫面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 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主題是什麼呢 在把AI檔給客戶或是印刷廠的時候 有六件事情必須要注意的喔 那第一個就是版本問題 記得要降轉 其實現在軟體越來越新 可是有時候在客戶的電腦 或者是印刷廠 他們的版本可能沒有這麼新 當你把太新的檔案給他們以後 他們打開來畫面會破損或毀損掉 所以在把東西給對方的時候 請務必跟對方確認好他們版本是什麼 你可以進行降轉的步驟 然後第二點這個檔案已經確定要印刷 已經完稿了 給對方的時候文字的部分 記得要轉外框 因為你使用字型 在對方電腦裡面可能會沒有 如果你的文字沒有轉外框的時候 對方收到檔案打開 文字字型會全部跑掉 所以當你的網稿給對方的時候 請務必將文字轉曲線 再來第三個 色彩模式請務必使用CNYK 今天你已經確認這個檔案是要拿去印刷的 色彩模式就要選擇CNYK 除非說你今天設計的這個DM 它要放在網路上進行宣傳進行行銷 你的色彩模式選擇RGB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檔案的時候 確定拿去印刷的話 請務必確認好你的檔案色彩模式 是否為CNYK 再來第四個 檔案裡面所有的東西 請務必全部群組放在同個圖層裡面 通常像我們在進行設計的時候 可能圖層1裡放文字 圖層2裡放底圖 圖層3你可能放照片 圖層4你可能放其他物件等等 以此類推 但是你今天把網稿給對方的時候 請務必將所有的物件全部群組 統一放在同一個圖層裡面 將不需要圖層全部刪除 如果有隱藏圖層也記得也全部刪除喔 第五個 我之前有分享過圖片季的砍入 如果不知道如果砍入的話 可以等一下上個影片進行學習喔 再來第六點 如果你的檔案是確定要印刷的話 黑色請務必調成K100 那關於這一點呢 很多印刷廠應該在網路上 他們都會特別提醒 不要使用四色黑 就是你的黑色部分 不要CNYK全部都寫100 只要保留K100 CNY都是0就好了 那如果喜歡今天這類型影片的話 記得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一些小故事 那影片最後如果喜歡影片 記得把影片分享出去 記得訂閱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個課程見囉 掰掰